Hello,大家好,我是李可 感谢您关注李可的频道 带你北京行走 今天继续是街拍片 我们就从这个路口出发 大家现在看到这种老的建筑呢 就是段池瑞福 因为我们将继续往南走 我们是走东西回家街 其实现在我们要走的这一片呢 就是非常著名的东次的糊涂文化街区了 也就是说 虽然现在我们看的这条马路还是很宽 它也是一条就是很宽的马路 但是这两边其实全部都是糊涂区 这里是著名的雪尔斯 也是照改之后倒下的这个一批机构 已经关门了 原来绝对是非常火爆 其实我们今天走的这条主街 两边呢其实全部都是糊涂 而且这些糊涂呢 都是经过了修整之后的 成为了现在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 它既有一些历史感 但现在同样还是很有知名在里头居住啊 但是条件来讲 相对来说会整得比较好一点 其实现在北京胡同主要也是集中在 东次西四 当然还有南边的胡同 就是就是经过改修后的这个 可能大部分都是跟西四的调整好一些 然后这个呢 这张车载名叫魏家胡同 现在说了时间是早上的八点半左右吧 所以现在肯定在好多店好像都还没开 这家料店永安旁 很多餐饮很多没开 这是一家烤肉店 也没开呢 这是一家牛肉面 这家牛肉面巨贵 一碗面 元帅牛腩面四十大 完全对 这家店应该还都在监顶着 但是他还没开 这家买鞋的 就是大家看啊 它这些 这四条街的店铺 它都是经过统一的 改修过的 翻修过的 就是 就是 就是都很有那种 老北京的那种建筑特色 你看 就是有很多这种老北京的 老太太啊 大爷会坐在这个门口 才有老天 这哪里是个会吧 这个箱子很清楚 这里头也都是居民区 你看 现在去里头的这个门 它同事还挺好特别 这个都是居民区 然后这个外面 就是店铺 这些店铺的租金应该都还是挺高的 因为其实它这个房间都经过修准 全部都经过 那边是一家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西门医院的国际部 这是一家吃饭的 第一楼 开封 灌摊 小笼包 你看它这个对联很有意思 对联上的那些汉字吧 一个字都是有好多个字 指成 那我也不会赌 对联业 百年老子好 都卖灯摊包的 开封 开封在这河南吧 不知道 有没有河南的门 看这些 箱子都在出售 这原来好像是一家店铺 在春节放假了 所以从元旦就一直放到1月28号 确实开着也没什么声音 还不比放假 这一家饭碗是北京比较有名的 比较 这是这么只讲的 县老马 是清晨百家蜜区的县老马 北京最好吃的饺子 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眼这个 地图 它写着 东四三条到八条 就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探访地图 所以这一片 应该说比较好的 保留了一些原来的这个模样 北京城区里头 保留最完整 规模最大的一些糊红 就是这两边的糊红都还是蛮值得逛的 好 今天我们继续 走我们的东西北京 这是一家酒店 孔一集 孔一集 开在这儿特别 特别的时间长了 孔一集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就鲁迅先生的那个文章里头提到的孔一集 你知道茴香豆的茴子有哪四种写法 一下子就很有亲切 找出这一家 这产呢 太早了 今天我是早上八点多再给大家出来 早接 好多店都没开呢 好多店其实都关了 你看这一家也是商铺出售 还不只是转租那么简单 都是出售 那就说明 这想卖了房子是要润吗 你看这边就是说 他们的居住环境都是修过的 其实不是修他们自己的居住环境 修的都是门帘 你看这个 里头可能一个是个大宅院 然后外头是个门 这被修的 这被政府 这都政府修的 但政府也不会给你修你家 修的都是外面的门帘 胡同的名字 听来都是很有历史感 很有文化感的 前凉胡同 估计以前就是专门卖粮的 是吧 东四街道 党群集 东四街道 党群集 党群集 这路边还有四个的那个 可以去拍照的党差点 但也不是很美 这条路上的药店是都被永安堂 承包的 我说永安堂 带着各种卡 尸体的美丽 已经在年跟 Ellis部 也不会去到达 这不算 现在就是 有没有 没有 老婆 在我说 那这个 是 我说 这 是 我说 是 我说 你 是 还是 中四三条符树符后 因为这条符后里面好像符树 他有这种介绍 国葵 国葵也是北京的树树 是一种无问息的一种 东四这边的活动命名特别简单 你看我们一路走过来 就是从九条 现在已经走到二条 一条一条都走 都叫东四 然后从头条二条 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 一直到十三条 所以这些东四 就是东四这边胡同的命名 然后那边的那个胡同命名 就比较有文化一点 什么龙福寺街啊 什么乾梁胡同啊 魏家胡的都是老的名字 这边应该都是新的名字 这个牌楼就是龙福寺的一个老牌楼 其实原来北京龙福寺特别有力 这边就是商业也很旺的 后来那时候龙福寺是 是从那是就是 建筑里头挖出来一个 什么龟 然后就把那龟挪走了 从此 他遇到一场大河 就从此落寞了 就是这两年又在不停的 因为都是有 还在修嘛 就不停的在倒设这条街 但是好像也都没有特别的忘 就把风水给破坏 在龙福寺街 原来老北京肯定对这个印象特别深 卖一些小商品啊什么的 然后很旺很旺的商业 包括可能庙会什么的 都特别有名 就现在面目纯粹的 这是宗寺头条 头条的意思就是一条 它不是叫一条 一条不好听嘛 又不打麻将 它叫头条 然后从头条 就一直往那边数二条 三条四条 你看我们今天 那会儿在张布中路口 又是九条 走到这儿就是头条 你不要认为 九条到头条有多远 其实也就是 区区四百米 好了 我们就又走到了这一个路口 这个地方呢 就是龙福寺大街的这个路口 其实是 东四北大街 走到这儿也就没有了 然后再往南去 就叫东四南大街了 然后这边就是朝阳门 然后这边就是朝阳门 我这个方向去就是朝阳门 这个地方是著名的朝内菜市场 在门口树着两颗大石狮子 但是是很有历史感的这个狮子 很有历史感的 可能唯一楼下来的就是这两个狮子 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今天走的是东四北大街 我是李可 谢谢你 对我视频的关注 也请你一起去给我点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